宜蘭大同鄉热水部落 舉辦人文生態深度之旅 當地泰雅族人拿著鹽巴樹 也就是三岩青 向遊客介紹老祖先如何善用 自然之源 热水部落泰雅族人也帶著遊客 探索部落內景點 包括热水八號隧道 掛滿祈福族的榮樹 更透過歷史介紹泰雅族文化 遊客一路聽當地泰雅族人講解 為他們努力找回部落文化跟產業生機 都覺得很感動 泰雅族人想要保存古老的一些傳統 因為都已經一世的差不多了 他們現在努力找回他們的傳統 聽到了這一塊我們覺得很感動 一種艱苦卓絕 一種奮鬥不懈的這個精神 一直是我們在各城市 在台北其他各地方 是都應該要學習的 因為這樣的文化是我們人類本能應該有的文化 热水部落過去因為太平山林業衰落 森林鐵路停止產業中斷 一度被稱為被遺忘的部落 但當地居民並沒有放棄珍貴的傳統智慧 三年前結合東磊 馬輪 智腦各部落 推動部落營造從實過往歷史記憶 在部落裡面有很多很棒的 而且很珍貴的太陽的千年生態智慧 就是我們對整個生態 就是我們的傳統領域的這些 生物的多樣性 其實我們泰雅族有非常多 而且非常好的東西在裡面 那個最原始的感動 那最原始的生活的本能 我們就是沒有的 热水部落早期主要經濟來源為種植農作 現在部落也發展休閒行銷 結合當地產業發展人文生態深度旅遊 帶給遊客最真實的泰雅族生活 拓展部落生機也讓主人了解 原來部落可以有不同的發展面向 記者Namroulun 宜蘭大同採訪報導